把黑道當尿糊的 柯文哲是裡面最顯著的一位 明明白狼是柯文哲的天菜 柯文哲就故意視而不見 這叫做 議員怎麼看柯市長跟白狼 昨天好像有同桌 可是零互動耶 你怎麼看 柯市長大人 曾基林啊 他先前合體的 不好意思 我從哪裡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中東警 抱歉 中東警 我對黑道就是 好 柯市長大人曾基林啊 他前一陣子 合體的中東警被批評之後 昨天明明白狼是柯文哲的天菜 但是柯文哲就故意視而不見 這叫做 搖鬼假洗禮啦 那麼 事實上 柯文哲 對於 黑道的籠絡 也不只這麼一次兩次 那當然 這個選舉期間 柯文哲 為了 對於 對於民眾黨的選情有影響 所以他 暫時 避而不見 但是 我覺得這反而糟糕啦 因為 白狼跟柯文哲 在好多次這種活動的場域上 柯文哲有禮遇他們白狼的地方啊 比方說白狼在我們台北車站前 舉辦中共國慶的升級典禮 那麼 柯文哲就特定劃定一大塊區域 給白狼去使用 所以 這過去種種 像先前 在西門雲環那邊也是啊 他們 中共 號召的車隊 大騎隊 大辣辣的 在那邊 大肆宣傳 那更何況在101前面 那也是好幾次 都是柯文哲 他們鬆手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個部分 柯文哲搖幾家世裡 搖幾家世裡 那純粹是為了選舉 所以柯文哲的本意 其實昨天他是刻意的收斂 其實柯文哲私下 跟他們這一些道上人士 有相當多的一些接觸默契 那您有覺得侯友宜市長 比較聰明一點嗎 因為他好像看到白狼 就直接離場了 對啦 因為畢竟侯友宜的出身 他是高階景觀耶 所以他如果即便打個招呼 死個眼神 那個都是不對的 照說 黑白本來就不應該河流 那照說 在那樣子的場域 即便巧遇 也應該撫鏽而去才對 只是我覺得很奇怪啦 昨天那樣的場域 大概他們多少都會知道 白狼或某一些黑道人士會去 而且他們會在主桌貴賓席 你看像那樣的場域 我們民進黨籍的公職 就沒有一位去參加 因為我們大概都會多少窒息 會是什麼樣的場景嘛 那能免則免 能避開就避開嘛 那不能假借說 可能這個只是現場巧遇啦 我們也不多談就好 那你乾脆去都不要去嘛 不是這樣嗎 所以 在昨天同樣的那個場域 這麼多年來 白狼都有參與 那奇怪 你先前 你們去的時候都會碰面交談 那為什麼昨天就刻意避開 要避開就像我們民進黨的公職一樣 我們是完全都不去 這樣才對 現在選舉到了 他們為了眼人耳目 那刻意的做區隔 我覺得這樣反而 對方其實是很不公平的啦 對方會覺得說 你平常不是跟我稱兄道弟嗎 我們不是一伙的嗎 怎麼這個時候 有人在注意的你就故意避開 所以我覺得不要這樣 我覺得對江湖人士黑道 成如過去大家講的 不要把他們當尿糊 那我覺得部分的 特定的 這些經營選票的人士 他們就是把 黑道江湖人士當尿糊嘛 需要的時候用 再來就用丸擊丟 我覺得這不對 應該就跟我們民進黨一樣 民進黨就是站在是非黑白 不該相處的 應該拒絕他們的 應該用法律來對付他們的 我們一切就是秉公辦理 不要這樣這種 把他們拿來利用 利用完就甩開 這很不好 這很不好 謝謝大家